这是安徽省寒山县的一个小村庄 早在二十多年前 这个小村庄就已经与一个久远的史前文明 联系在了一起 张靖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到来的时候 他正在野外地 做现场调查 他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已经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这下面埋藏着一个无法估价的史前宝藏 然而正在探寻这个宝藏的 不仅仅是张靖国 还有一群隐藏身份的人 盗宝者的行动隐蔽而诡秘 按照一般常识 发现盗洞就意味着这个地区 已经非常危险 已经非常危险 宝藏所隐藏的地点随时会被盗宝者发现 文物也会随时被盗走 盗宝人和考古队的较量已经拉开序幕 2007年5月18日 人们发现在林家滩的高岗上 有异常的动向 着装整齐的警察 已经控制了一片土地 并拉起了警戒线 而且在上面 搭建了严密的帐篷 所有不相干的人 一律回避 当地的村民预感 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来到这里的是一支考古队 领队就是张敬国教授 根据他过去20年研究发现 林家滩曾经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市前部族 这个部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宝藏 而这个宝藏就埋藏在这片土地的下面 这个消息的公布 使得林家滩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个巨大财富不仅仅吸引了考古队 而且许多盗墓人也闻风而来 这个宝藏面临巨大的危险 在林家滩的地下 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 使得盗宝人蜂拥而至呢 这是发生在1985年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万有桥 二十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是万有桥老伴下葬的日子 人们掘开这片土地 准备安葬死者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物品 泥土使它们失去应有的光彩 但是奇怪的形状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 这批物品随即被送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那些从林家滩来的奇怪石头 被送到了张静国的办公桌上 据说那天考古所内的研究员 都在业外考察 只有他一个人留守 张静国仔细观察后认为 这些普通的石头 很可能就是五千三百年前的遗物 他怀疑这些东西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使钱宝藏 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使钱宝藏 确实存在 张静国随后带领一个考察小组 进驻林家滩村 这个小村庄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村民隐约感觉 有一些事情将会在这里发生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从那天开始 林家滩这个名字 与石前宝藏紧紧联系在一起 林家滩 林家滩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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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他显得非常的疲惫 而且脸色苍白 闷热的天气和巨大的工作压力 正好符合心肌梗塞发生的条件 危险随时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 尽管身体状态 而是宝藏区的地方位于黄色地带 根据20年来的挖掘和勘测 他认为这里就是贵族墓葬群所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发现重要墓葬的痕迹 难道是他的宝藏区域的地方在宙中预留下标准的地方 我们取了一点草木灰 到了北京之后做了一个碳石石测钉 它的年代距今是五千五百年 五千五百年前的草木灰提醒张静国 这片土层的下面一定隐藏千年的奥秘 事不宜迟 他立刻对这个地方进行试探性的挖掘 根据考古测量 这些红桃土竟然不止这么一片 它的总面积约两千七百平方米 相当于六个半篮球场那么大 不仅如此 考古人员还在这片红桃土上 发现了几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柱洞 那里现在就是它是一个柱厨 柱洞 这个柱洞它将近有三十多公分 直径有三十多公分 认为如果是三十多公分 这么一个柱洞的话 那它的这个防务建筑是很大的 专家推测 这里曾经存在了一个 用大柱子支撑的大型建筑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在遥远的五千三百年前 建立这么一个巨大建筑 究竟出于什么目的 考古人员随即把这些红桃土 送往中国科技大学实验室 研究断定 这些红桃土的烧成温度是八百到一千二百度 这个温度和现代砖的烧制温度相差无几 在五千三百年前 那个刚刚学会用木头搭建房屋的史前时代 临家滩却已经使用红桃土来建筑房屋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是什么建筑这么巨大 而且动用了如此复杂的工艺呢 这一块红桃块建筑区 我们推测它 可能是当时的神庙或者是宫殿建筑 对于五千三百年前人们的辉煌历史 我们知之甚少 在这个酸性的土壤下 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半点骨头碎片 就这样完全消失了 在临家滩发现的这些红色泥土 让我们意识到 当年神圣的建筑 现在已经化为红土 被时光掩埋 然而神庙和宫殿之下 究竟是不是宝藏隐藏的地方呢 2007年 张教授再次调查这片红桃块遗迹 然而 这里位于临家滩村中心区域 村民房屋密布 这使得考古队的工作难以展开 在有限的调查中 没有任何更新的发现 考古工作陷入了困境 2007年6月底 考古队在这里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 酷热的天气 使得他们疲倦难耐 红桃土遗址上的调查 没有任何进展 但是张敬国依然确信 目前挖掘的地点是正确的 因为在20年前出土的珍贵文物 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 其中一个芋人价值连城 其制造工艺更是震惊考古界 这三件芋人后来之后 我们再回来到室内整理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件芋人背后的水孔 它制作的相当高级 它高级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这个孔眼的直径 只有0.15个毫米 史前人类是如何把这块坚硬的浴石打穿 而且孔镜只有头发丝大小呢 从它的这个痕迹上 可以确认它 这种钻孔是用管钻方式来钻出来的 但是管钻的工具 我们至始至终没发现 但它管钻的这个孔的痕迹 我们可以确认它 这就是一种管钻的方法 但管钻当初这个管和这个钻 是一种什么样的质地 我们现在不好说的 但是从这个0.15毫米的这个直径分析的话 我认为当时应该有了金属工具 石器时代的人们 怎么会拥有金属工具呢 如果不是金属工具 那还有什么可以钻出如此细小的孔呢 假如真的是金属工具 那么林家坛当时的文明程度 可以说是令人吃惊的 因为他们的智慧 已经跨越了半仇 这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 提示张敬国 这个地带肯定是当年贵族的墓地 然而那些珍贵的文物 只是来自一般的贵族墓穴 首领的墓穴一直没有被发现 张敬国认为 首领墓穴应该就在附近 那将是一个真正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藏 这个判断再次坚定了张敬国 继续在这片区域挖掘的决心 然而跟随他的队员们的信心 却开始慢慢地减退 当时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我可能是安慰他们 因为我们在第一阶段中 没有碰到很好的墓章 这里就是挖掘的现场 张敬国开始不停地在这周围寻找原因 一天就在距离发掘现场东南 约十米的地方 张敬国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这块土地原来并非这个样子 原来这片土地上 一个新秀的坟头却不见了 迟疑之后 他肯定自己眼睛看到的 确实是之前的那片地方 张敬国因此兴奋不已 因为他曾经断定 首领的墓穴就在这附近 只是由于现代文的因素 他不得已把挖掘范围向北移了数十米 也就是现在的挖掘地 现在这片平整的土地 令他激动异常 只是天赐两极 然而 在他围绕这片土地 仔细观察后 立刻被震惊了 旁边还有一个稻洞 他决定立刻停止目前其他地方的挖掘工作 把所有的技术人员和保卫力量 全部转移到这片带有一个稻洞的平整土地上 那天是2007年6月16日 距离张敬国第一次发现 林家滩宝藏的时间相距整整20年 因为当时在布探方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探方的负责人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区域 我说我为什么要交给你 叫你来负责这个探方 我想你应该要明白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给我好好地做 从地层的破面 从一些一级现象 你都要一铲一铲一铲地 要给它做出来 我说这个地方肯定会有重要的发现出现 没有人了解张敬国心中所感受到的大起大落 就在这一天 梦寐以求的挖掘机会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考古队把这个新挖掘的地方命名为07M23 人们在专心致志清理着每一寸土地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 考古队员们发现 那个旁边的稻洞直接指向这里 这个稻洞距这个07M23将近有50公分距离 这个稻洞如果再往偏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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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卫博士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 他是参与研究凌家滩文物的地质专家之一 他要回答的问题是 在安徽省的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矿藏的标注 今天文明世界的新疆和田玉就是透闪石的一中 尽管新少 但许卫博士发现距离灵家滩北部约50公里的肥东线有一个废弃的材石场 那里隐藏的透闪石和凌家滩玉器的材料是相同的 形象地说那里就是史前凌家滩宝藏的原料产地 如果仔细地寻找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当年凌家滩鲜明使用的那种预料 但我们注意到透闪石异常坚硬 这个现象和冯敏碰到的那个溶于水中的玉器完全不同 这是为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些分析 然后后来就发现 就说古域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彻底分化以后 它就像海绵一样非常抛松 当初这个预料的可能硬度能达到六 现在已经降到了二 比指甲还软 就是说你指甲可以在上面滑上 对于那些以前出土的文物 专家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 但是现在在野外作业的考古队 无法对玉珠的材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所以张静国只能用水来模拟地下湿度的方法 对玉珠进行保护 就在考古学家仔细探究 专家摊墓葬迷雾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村民说在专家摊墓葬周围 当年摆放着大量的巨石 也许我们已经再也找不到那些消失的巨石和宝藏之间的联系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专家摊的时间不足 一定存在着严密的社会组织 否则他们不可能把那些重达数顿的巨石 从5公里外的太湖山运往临家摊 远距离搬运巨石 有能力控制在50公里以外的玉石资源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5300年前临家摊的强大和富裕程度是惊人的 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 以及巧夺天空的雕琢工艺 说明事前临家摊不足 充分控制了这个地区的财富 这个巨大财富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在挖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 临家摊墓地的南部 应该是当时不足首领的墓葬区 玉珠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在它下面还将有什么奇迹等待着我们呢 我认为应该有一座墓葬里面 那是水葬品应该是说摆满了墓坑 摆满了墓坑 这里面应该还有比较更一些比较稀奇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宝藏存在这里头 所有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 考古队的步伐了 这天他们在青嫂探访时发现 有数个排列整齐的白色环状物 从他们出现的位置来看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墓葬 张靖国的预言开始得到证实 然而几乎在肯定这是一个墓葬的同时 考古队还肯定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们发现 这里曾经是凌家滩部族祭坛的阶梯 而这个刚刚发现的墓穴 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 距离祭坛中心直尺之遥 祭坛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带领部族祭拜天地的是最高的首领 在当年谁拥有祭天的特权 谁就统领着整个部族 然而究竟是谁拥有这样的地位 而同时又被埋葬在祭坛中央 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呢 张靖国判断 这一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墓葬 如果大胆地假设 那么它应当是不足首领的墓穴 2007年6月26日 一个被埋葬了5300多年的墓葬 终于重见天日了 经过整理之后发现 这座墓长3.6米 宽2.1米 酸性的土壤 已经把墓主人的尸骨完全毁坏 墓穴里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被摆成人形 有的地方随葬品整整叠加了六层 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这里的随葬品竟然达到了330件 张靖国从未在凌驾滩的当个墓穴里 发现过如此众多的文物 我们通过就是说 他发现这个玉规和这个玉签之后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大祭司 他是个大祭司 他是个身权领袖人物 所以这个身权领袖人物 在当时的随葬品这么丰富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87M15的随葬品也只是一百多件 他是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这个07M23战 他是个身权领袖人物 这说明当时的这个身权地位 他要比这个氏族酋长地位 可能还要高 他的随葬品如此丰富 如此的规格 那都是很少见的 这说明当时这些身权领袖人物 他们是沟通天神的这么一种工具 一种代表 一种表示了他们 崇高的地位和身份 由于出土文物数量巨大 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仅仅根据现场的初步判断 已经可以断定 在这些精美玉器的背后 在那个久远的5300年前 沟山回凌家滩附近 曾经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 研究史前地理的学者也证实 凌家滩地处北纬30度附近 是一个气候温暖的地带 这个地区的环境非常适合人类生活 远古时代 凌家滩县民应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个强大的部落 然而考古发现 这个史前高度文明的不足 在距今将近5300年前的时候 却神奇地消失了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导致这个文明突然灭亡呢 考古学家目前对于凌家滩文明灭亡的真相知之甚少 但是时间依然留下了一些当年的寒迹 但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了有一些水清的这么一种痕迹 这个发现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了这条平静的玉溪河 难道是史前的洪水毁灭了这个文明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证据又在哪里呢 地质学校有很多学者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话 这一块土壤进行了一些不同的 不同角度的研究 也做了一些年龄测试 那么认为 基本上相当于4800到5000年左右 这个是一个 历史上有一次大洪水的事情 就这个洪水翻乱了以后 它把这些全部掩盖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文化的消失 张教授的考古发现 在另外一个方面 证实了许卫博士的设想 他们曾经在这条河下面 发现古文化层 也就是说在远古以前 曾经有人类居住在这条河的河床位置上 这都是它的居住区 一直到这边 这边这个堤上面有个电线杆子 电线杆子往溪50米 往溪50米也是它的居住区 假设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天 玉溪河突然洪水泛滥而改道 河水淹没了这个聚落点 死去的人被淹没在洪水之下 而活着的人则顺水向东流去 他们一直漂流到了一个平淡安静的地方 那里就是今天的江浙地区 他们在那里安顿了下来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长江就进入了江浙地区 对梁祖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林家滩文化 应该说它也是梁祖文化的源头之一 浙江的史前考古证明 这里发现的梁祖文明略晚于林家滩文明 距今年代大约5000年 生活在梁祖的仙民同样崇尚玉器 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玉器 相比较与林家滩玉器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考古学家由此推测 林家滩显民在某个改变历史命运的时刻 他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来到了浙江一带 这里同样水草丰美 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那个久远的史前文明也随之传承了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